开车系安全带这都是常识的 司机不系安全带 电子眼拍的一般都是罚50扣2分 但有些城市副驾驶不系安全带 要早就开始出发了 但是最近后排乘客如果不系安全带 也将被出发了 从11月1日起 江苏省将对所有汽车后排 不系安全带的交通法行为 依法实施出发 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相关规定 乘辆通行高速公路时 乘辆人为案规定使用安全带 出20元罚款 乘辆通行普通道路时 乘辆人为案规定 使用安全带出无缘罚款 而且对人处罚的方式也不一样 驾驶员副驾驶不系安全带 出发驾驶员 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 出发的是乘客 很多人都觉得 发生车祸的时候 前排座椅会挡不大部分的伤害 在后排还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后排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 但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前面的司机乘客 因为能看到事故的发生 就会有相应的避险的准备 但是后排乘客什么都看不见 发生事故一点防御都没有 更容易受伤 甚至直接被跑出车外 而且现在很多车型 后排也都有头部气囊侧气联的 如果发生事故时 后排乘客没有系安全带 后排的安全气囊 也会保护你了 根据统计 后排不系安全带的死亡率是 40.4% 使用安全带的死亡率是18.3% 相差22.1% 所以即便是在后排 使用安全带 也将会大大降低事故中的死亡率 就算不发生事故 后排系安全带 也可以让我们乘车更加的舒服 不用担心四季警察车 心理上也没有负担 而且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车企 为了节省成本 能减配的就不会给你 但是后排安全带 还是每辆车都有的 但是很多人都反映 自己的车子 后排没有安全带 应该怎么办呢 可以这么说 只要是最近十年生产的车子 后排都是有安全带的 不过因为不经常使用 很多后排安全带 都被坐套坐垫给盖住了 如果你的车比较老 后排确实没有 那就需要自己去安装了 否则这样会不会出发 再来说一下 后排安全带如何使用 其实其实后座安全带中 两边的安全带 使用方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把安全带拉出来 肩带应该跨过胸腔 腰带应该紧贴宽骨 然后踏进接口 还有不少人都奇怪 后排中间安全带 应该怎么系 后排中间安全带 有的是两点式 复式安全带 有的是三点式安全带 三点式的安全带 跟前面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两点式安全带就简单多了 只能固定人的跨骨部分 上面是一种方法固定的 一般的客车座位上 也都是两点式安全带 两点式安全带 虽然没有三点式的完善 但是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保护乘客 避免撞到前头红玻璃 也还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你乘车 是坐在后排的中间 特别要注意 必须接安全带 因为你的前面 连一个座椅 问你等一下都没有 一旦急刹车 可能最先飞出去 最后 虽然目前 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 对后排不接安全带进行出发 但是 急安全带 是真的可以减少 在事故中的受伤率和死亡率 激验现在的理由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障安全 真然生命 说到底 不接人来 读的是不发生事故 读赢了一切找旧 读输了 那就人鬼输途了